在寿风乡 寿风乡长刘耀忠 31号也主持了模范父亲的表扬典礼 他在表扬活动中特别感谢爸爸的辛苦 称奇了每一个家 而今年的重阳节礼金 乡公所也排除了万难 从300元加码到500元 109年度寿风乡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乡公所特别邀请了家政班的姐妹 幼儿园小朋友 为模范父亲带来热舞表演 今年乡公所一共表扬了 15个村的模范父亲 表彰每位模范父亲 对家庭和社会的付出 乡长刘耀忠表示 父亲总是扮演主外的角色 但对于家庭和子女的教育而言 父亲也是重要的资助 刘耀忠感谢寿风乡的爸爸们 兼顾对社会的贡献 和对家庭无私的奉献 值得钦佩 我们家庭中的父亲那么辛苦 把子女拉拔长大 辛辛苦苦 还要到外面打拼事业 真的很辛苦 在这边非常感谢我们15个村的村长 能够助于做我们的表率 在这边我会感谢代表我们社会 写出来的模范父亲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的为我们每个村 每个家庭来付出 刘耀忠也表示 在财员结局下 今年还是将提高重阳结 敬老金从300元提升到500元 照顾老人福利长者 而未来乡公所也会想办法 提升寿风乡的产业为六级产业 创造就业环境 鼓励子女回乡敬孝 陪伴父母 记者刘明胜寿风乡报道